回到第二節了,這一節叫做什麼名字呢? 你說先說催眠 催眠沒錯,催眠 催眠這件事其實第一,不是由佛樂伊德發明的 當然不是,佛樂伊德是其中一個最反對催眠的人 聽說他初初很贊成的,但發覺後來不太行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今天催眠不了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當然你可以先介紹一下 催眠這件事,其實我們講催眠之前一定要講一個人 這個人叫James Brine,是一個英國的外科醫生 他在未搞催眠之前已經是一個很有名的外科醫生 但是他好像在1841年的時候,他參觀了一個瑞士的 一個叫Masmeras,做過一些實驗 如果沒有記錯,他就是這個人,這個人 就是在他面前,醫治過一些病人,而他的醫法就很特別 他的醫法好像在你的手,在你面前,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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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 他就說他發了類似的 energy,做了什麼flow出來 他就經過這個James Brine,他研究是work的 他發覺病人,做了之後他明顯不同了 他對於這件事就有了興趣了 這件事之後,幾日之後他自己開始想想這方面的事情 發展自己的興趣,到最後就搞了催眠的東西出來 不過我們說催眠之前,我也想說我的不對 關於這個Masmerism的東西 Masmerism最有出名的一個人,就是叫做Franc Mesmer 這位人兄,這位人兄是一個德國的醫生 各位可以在wikipedia看所有關於他的資訊 不過對於我來說,我覺得最有興趣的一件事 就是他對於身體健康的定義是怎樣 原來他覺得我們的身體其實是一個flow of 我身體裡面其實是很多channel 那些channel,Uriacet was caused by obstacles to the flow 這個不是很像我們中醫裡面,我們為什麼會痛呢? 因為不通就痛,這個concept就是跟我們中醫很相似 是嗎? 是,這個也是,我再補充一點點 第一樣是催眠,我們這樣說 催眠的字,英文叫Helosis,知道為什麼嗎? 啊,我有看過的,這個主要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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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因為它好像原本是拉丁文來的 不是,不是拉丁文來的,不過差不多 原來呢,你說吧 啊,找不到 原來Helosis是來自一個神仙 就是希臘神話裡面的Helosis 就是一個叫做睡魔,或者叫做睡神 就是死神的兄弟 是,因為那個呢,為什麼會無端然用這個字代替用催眠呢? 而催眠這個譯法呢,就是日本人譯的 這個是相當誤導的,跟睡眠無關的 也都不是在睡覺的 因為其實是某程度上清醒的,催眠是 但是說回來,為什麼無端然用這個字眼呢? 就是因為它會覺得 在這個冥界附近呢 在冥界,就是找到希臘神話裡面 就很有一個叫做睡眠的界別 就是由這個睡神去管轄的 因為以前的人呢,發現呢 就是在某些狀態裡面,似乎就入了那個狀態裡面 於是乎就是Helosis 就是催眠,也就這樣解釋這個現象 也說回來一點就是 由希臘裡面呢 那時候也有所謂的睡眠的神廟 找到了 come from the Greek word hypnosis 沒錯 是的 但是呢,其實後面還有一堆東西 譬如是古希臘 或者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就是在之後 說到它之前的埃及 本身 都有一些叫做睡眠神廟 那就是說呢 在睡覺裡面呢 得到神語 突然間收到治療效果 那其實這是原初的催眠 原初的催眠原理 所以隱身呢 就是以前的催眠 或者Helosis 那些字眼呢 是有一點點 相信有神秘力量的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講話 跟現代催眠的最大分別 在我們現代催眠之前呢 就是Freud前後的階段呢 那種催眠呢 大部分都會假設 催眠是建基於神秘力量的 他們不會用慈眠式的那些字 是用一些叫做能量 或者叫做神力 甚至乎或者叫做不知名的力量 去醫治諸如此類 還有那時候呢 也都沒有正式的催眠治療 他就知道呢 有些狀態 達到某些效果 所以說呢 如果假設一般講呢 催眠到心理分析 就是正式用前面式的字眼呢 有一個很長的距離 好了 至於剛才呢 你提過幾個人呢 譬如說那些flow啊 身體的energy 那樣 好像是中國式那樣 其實我又覺得 又不一定是中國式的 譬如是印度啊 相關你旁邊的那些文化體系 都是類似的 就是找能量去講一些身體狀況 其實非洲都有 原始點是非洲 我們跟亞洲人的角度呢 但是如果假設呢 我們相信非洲是我們的人類的文明根源的話呢 其實歐洲跟非洲都很接近而已 就是去那邊傳過去 一些都不奇怪 特別是法國走下去 走下去非洲呢 都是很接近的 是不是 譬如呢 其實非洲都打過歐洲的 我們這些歷史上不講的 但是很接近的 所以那些意念呢 人是跟能量的流動啊 就是影響身體健康啊 這些是 不是東方特有的 非洲都有 歐洲可能是源自非洲的觀念 另外 比如剛才講的一些其實呢 就是講能量之外呢 其實最初的那些叫磁力棒啊 或者叫做呢 就是叫做能量啊 比如說手掌那些叫做能量啊 但是磁力棒是什麼呢 我聽過那些叫做尹水源那些 拿兩支叉類似的 叫做靈擺 那個好像是有物理上的原因 類似那些靈擺 表面上叫做物理原因 其實那些就不是很物理的 是不是叫做偽物理 就是我用這個字眼 就是通常我們 如果選科學那裡 但是我不是完全相信科學的 留意一下 所以我說的東西就不要完全相信 就是我會找到科學批判 那些叫做偽物理 就似乎說 跟著說什麼磁力啊 有什麼可能一些動能啊 令到你產生微動力啊 那些說的很厲害啊 就是突然間有些人說 什麼 現在有些人說風水 說什麼 現在有些人說風水 說風水 說磁場 沒錯 突然說磁場 你不知道是什麼 是不是 說完之後 似是而非 你不可以說它好像很科學的Term 就是磁場 但是問你什麼是磁場 就不知道 正如我舉個例子 這叫做負能量 我突然說了這個字眼之後 給你一個讀麥理的人 阿Sir我可不可以解釋什麼叫負能量 是啊 其實 正如 那你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 然後呢 其實呢 很多人答不到的 因為他說我讀Physics 我讀大學讀Physics 但我真的不知道他講負能量是什麼意思 嘩 我等一下呢 我覺得 糟了 魏科 被人踢爆了 但我先說回 譬如說 剛剛那樣東西差不多 他相信呢 身體有很多的能量 或者叫磁場 或者磁力 於是乎 由一個靈擺的概念 引申叫磁力棒 很簡單的 一是找手掌 最初其實是找磁力棒的 後來才找手掌 因為方便了 因為發現其實都是做大戲而已 做這個呢 前衛式大戲 或者叫做心靈上的大戲 你相信便行了 他於是要找了一支棒 那樣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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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掃來掃去掃不住這樣 因為我們覺得它有效就慢慢刷新有效 但有些冷靜的人就說 我跑也不用用了 找手掌就行了 最後一套戲叫做什麼 什麼靈感應 有沒有印象 異能感應 最後一套戲 它裏面表演都這樣 等一下可能有個人自稱神秘力量 那他會碰你 你會成真陣 但那個成真陣就未必由於它的原因 是由於你自己的原因 因為你覺得它厲害 突然覺得它產生一個強反應 好了 說回磁力棒的原理 原先那個人研究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說 原來他相信人是能量 當然看他的人也相信 看他的人也相信 他相信他的棒 或者手掌能夠把他排列好 把他唱順的能力 這個效果來了 這些情況通常後來的研究 這種信念對於痛症是特別好的 痛症是特別好的 不過留意一下 但如果很多病 透過這樣的信念去醫 是有問題的 因為現代催眠 或者催眠治療 有一個很重要的 舊的催眠 是建基於神秘的 信念的 他也不用這些慈悟師的概念 不過有問題就是 他純粹移走病徵 可能更嚴重 就是純粹止痛嗎 你的意思是 是的 疑走病徵 痛通常是病徵 是 你疑走病徵 你會覺得你不會痛 啊 你以為沒有適中 很嚴重 所以我們 譬如我自己入了會 我主要入了兩個會 其中一個會 兩個會差不多 有一部分 就是我們用催眠 或者叫心理治療 有一個很大的界線 你至少不要再製造更多的傷害 什麼叫做 不要再製造更多的傷害 你不要再製造更多的傷害 你不要再製造更多的病徵 這是我們的界線 突然說 我頭痛 你走到外面 就很簡單 你明天開始 頭不會再感受痛 你會覺得很舒服 很舒服 你很麻煩 他腦癌 你幫忙不能醫 再遲些的話 痛可能是一些提醒 所以通常 我們會避免 給一些叫做 移走病徵的語句 或者暗示 令到他面對他的痛 令他產生一個反應 我們會先建議看醫生 證明了看醫生無效 我才會用心理角度去治療 所以現代催眠 和舊催眠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分了什麼叫做 心理促成的東西 我們先醫 我們不要以為冷靜 即是physical的東西都醫了 很簡單的 突然間 他可能裡面 癌細胞 我講過很極端的 再不是他可能是裡面的失調 不是心理促成 是physical造成的 你只是純粹心理 令他變成一個 感覺不到 或者感覺是逆轉 不一致的話 產生患像 那些是在害死他的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界線 那我先講講的 那麼多關於磁場 磁力的東西 先提醒 很早期 我叫France Masma 他其實最初 是研究了這個 magneticism的東西 他做了一顆藥圓 裡面 有一些鐵質在裡面 然後叫病人吃了下肚 然後他拿了磁石 從他的身體走來走去 據說有些效果 這個可能是純粹以前的人 我想他們對醫術的 不是不了解 醫學 這個有一個特定的 心理學很簡單 叫Preciable effect 或者叫Acebo effect Preciable effect 就是沒有變有 Acebo effect 就是有變無 這個通常很簡單 很多人都知道 譬如研究藥圓 其中一個重要過程 是給你一顆藥 告訴你 有什麼藥效 告訴你 但那顆藥是沒有藥 沒有任何藥成分 看看你有沒有產生反應 包括這個神奇 心靈點神奇 最簡單的 就是什麼叫Preciable effect 或者叫Acebo effect 就是兩個相反的意思 好了 沒有變有 什麼意思 如果介設 我告訴你 這種藥是醫頭髮的 真是神奇的效果 Preciable effect 就是 我給你一顆藥 說是醫頭髮的 你突然間 有20%的反應 突然頭髮會生出來 就算沒有給你藥成分 這個心靈多奧妙 是 你說的是很對 因為 我在這個 Wikipedia 看關於Hitmosis 他都 當Hitmosis 有人認為是叫 Non-deserctive Preciable 是啊 Preciable effect很重要 這麼有趣 不過我想 說一說 因為我初來都搞不清楚 因為他裡面說得很清楚 Hitmosis是什麼 因為Hitmosis 我初來以為是類似 就是催眠 類似睡覺 又不是睡覺期間的處境 但他說其實不是的 他說其實 受了催眠的人 可能是完全清醒的 同時 只不過他是十分之 很專注 他反而是完全專注 某一點 但他可能是完全清醒 但通常身體是很放鬆的情況下 才會做 變成了 由於他是十分之專注 所以他反而 他的五肢 反而感覺 你厲害 我說五肢 哈哈 五肢 我們通常說四肢 但五肢是什麼 大家明白 哈哈 繼續 男性但五肢 哈哈 我初來也以為原來不是這樣 原來受催眠的下 你是完全清醒的 嗯 OK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本身催眠也熟 催眠前面色 我都要數 我都算是專家 我再說回 他已經說原始催眠 或者是舊式催眠 或者是新催眠之後 什麼叫新式催眠 或者是現代催眠 有一個很重要的 叫Milton Everson 那個叫米爾頓 艾瑟克森 就是中文譯道 那個叫現代催眠之父 因為他用了很多其他方法 取代舊催眠 剛才你提到催眠定義 找前面色其實是後來用的 以前我說 不找前面色去解讀催眠 在Floy之後才用前面色的字眼 解讀催眠 但是舊催眠有什麼重要呢 舊式催眠有一個程序 它叫放鬆 and 集中 放鬆身體 集中某一點的思考 而那些思考 就是靈性出辨 或者自己某些的指引 指導 或者叫暗示 促成的效果就是一種 舊式催眠 程序催眠 或者叫standard的催眠 那種很奇怪 什麼叫放鬆和集中 就是 放鬆就是身體放鬆 集中就是聆聽某一點的東西 或者有些異象 這個跟打坐差不多 打坐也要集中 集中某一點 通常聽到打坐的人說 想像腦裡有一點光 眼前有一點光 諸如此類 那個其實就是集中的部分 但放鬆就是整個身體放鬆 處於一個舒緩狀況 當然是清醒的 要不然聽不到指引 聽不到指令 催眠也無從生效 所以它不是睡著的 我剛才講過 催眠原先就是日本人譯的 日本人有些翻譯很精彩 有些譯法很不存分 催眠是其中一個 誤導成份也挺重的 於是否以為是睡著 其實就不是睡著 因為我們再提到 剛才你說的那個 Jane Spry 其實他研究催眠沒多久 他都發覺催眠 跟很多東方的宗教 都有很類似 做儒家那些 其實你覺不覺得他們 真的有可能 做那些自己的靜修 儒家那些 那些是否有可能 有少少催眠的動作 不是可能 是同根同源 同一樣東西 如果說一般基本的催眠程序 其實跟這個打坐 坐禪 或者叫入門 是一模一樣 他都教你放鬆身體 跟著呢 集中 集中可能 最傳統的可能 就是教你擺某些動作 令你放鬆一點 跟著可能有些口訣 有些音波 有些可能讀某些經 或者突然間 跟著呢 比如催眠程序 就是數一些下數 數一些東西 講一些東西 跟著一些異象 是完全一樣的 通常呢 學過催眠 做過 就是學過催眠 或者做催眠治療師的人 一定懂得那個程序 而那個程序呢 轉一轉彎 或者轉一轉面孔 就本身已經打坐儒家 很近的 一模一樣 不過我再說回的五對 其實呢 我初頭 對催眠的概念 就是 有個人在你面前 拿著一支筆 叫你注目著它 跟著說 你說你很睏 之類的 其實拿著一支筆 這個動作 因為James Bright 他發明的 不過他後來都覺得 其實這個動作 可能有時是多餘的 有時呢 你不需要做太多事情 都可以令一個人 進入催眠狀態 嗯 當然這個加上 就是電影效果 我印象中 是用一個駝錶 用一個鐘擺 用一支筆 其實又不是完全沒有作用的 有時都要用道具 因為只要那個人信 又覺得呢 像模像樣的話 是真的 譬如很簡單 譬如有些人呢 醫生穿白袍 我舉例子 醫生穿白袍 本身呢 暗示作用的 你有沒有試過一次 譬如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你去到醫院 突然痊癒了 明明好病 去到醫院 突然痊癒了 其實這個就叫 暗示效果 突然間譬如說 你相信催眠用一支筆的話 我就拿一支筆給你看 很簡單 你相信催眠的 我可以用催眠來的 沒所謂 問題就是 視乎這個客人 本身是信什麼 當然 這個就是間線 現代催眠 Milton Everson 是不敢用的 它是之前那個階段 催眠的習慣式 不敢用 你知不知道 跟我說過 催眠 可能有個問題 就是 它可能 例如 純粹是止痛的 但幫不了任何東西 但其實 我看回這個 又很奇怪 其實催眠 在醫學上 是有幾明顯的用途 這個叫做 Irrutable Bile Syndrome 根據這個 維基這樣說 催眠對於這件事是很有幫助 其實我所知 其實我也有看過一些研究 大部分催眠對身心造成的症狀 身心症 通症 是有幫助的 突然間有心理根源的症狀有幫助 但你說 純粹由內分泌 病毒 細胞變異 等等促成的病是無效的 所以就說 我不知道這個症狀是甚麼 因為很多我都不知道英文是甚麼 變成中文或者會猜到 但你說 催眠的效果和制限怎樣 畢竟現在我們所用的催眠治療 絕大部分是針對 一些心理促成的東西 所以我剛才說 比如外物促成 就是傷一定不行 傷一定無法治療 但譬如說 另外 細胞變異 細菌 病毒 等等外間力量促成的病 一定無效 很肯定 立分泌 除了這個 irritable bowel 才是怎樣跟你腸胃有關的東西 他提及管理管理 這個肯定有幫助 可以令到孕婦 順產一些 但他也提及很多其他 皮膚病毒 都可以的 那 劉優說過 為什麼我們任何有受訓練的催眠治療師 或者供應的學會 一定會說一件事 先看醫生 因為我們要明白 看醫生 是找不到 physical根源的話 我們才會嘗試 醫 你說皮膚呢 劉優 皮膚的面紅 不是純粹生理原因 是心理原因 是心理原因 突然出診 都未必完全是外物原因 我肯說過幾件事 不是內分泌促成的 不是這個 可能是 不是一個叫做 細菌病毒 不是來自一些外面的東西促成的 或是 chemical促成等等 那些可能是心理原因 那些是不奇怪的 所以 看回怎樣也好 其實我介紹很簡單 總之 不是明確 physical 原因 而有機會 是有心理促成的東西 都可以的 我舉例子 你剛才不是說的 心靈很神奇 你應該聽過這些例子 就說 如果你相信只要死 你會死到的 有聽過一些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 日本試過一宗新聞 跟德軍的時候 實驗差不多 有一個人 在冷氣的車裡面 凍死了 但其實那個車 是生了冷氣 即是雪防的冷氣 即是叫做雪防車 那人進去 出不來 他想著自己凍死 真的凍死了 其實那個車關了冷氣 有聽過你這樣的例子 我有聽過類似的例子 即是 好像不知是美軍 怎樣盤運 那些犯人 就是這樣 他將你的眼睛 看著 然後在你身上 類似很大力地刺一刺 但其實那些東西 對你沒有什麼損害 但他在你旁邊 放一些滴水聲 以為你流血 詳細版本 就不是美軍 美軍可能都做這些 就不會公開 是德軍做的 德軍做實驗 就是嚴刑逼供 是吧 就看一看 你聽他旁邊說什麼 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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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對方 然後真的放了一個血 其中一個真的放血 在他面前放血 是吧 現在到你了 你是不是害怕 怕我幫你蒙眼 蒙眼之後 就找八兵 在手裡戒一戒 就不是刀了 於是他仿佛戒一戒刀 是 但是他死的時候 是失血的症狀死的 但其實他沒有流血 這就叫做思想效果 這些不是外物促成 這些是心理促成 因為思想效果 我看到也挺有趣 我想問問你 你有沒有試過 假如你將一個人 進入一個催眠狀態 你給他一杯冬水 但你跟他說 這杯是熱水 他是不是真的會感覺到 是熱水 這個你簡單的比喻 就不行 但是有些位置就可以 是 很簡單的 譬如說 你一陣子 到某程度 為什麼呢 不是透過語言 有些叫做程序 有些叫做 對視乎我的權威力 如果我一個很出名的催眠師 你見到我開始有催眠效果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現代催眠效果 什麼叫做現代催眠效果 現代催眠 你不懂得透過程序 是不懂得透過那麼多事情 是我做成的威勢 你嚇死你的 這麼厲害 是啊 我簡單的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 我一個很出名的人 我向你推銷一件事 你自己會投降的 你會相信的 我正好簡單的 一個美女 給你介紹這個 就是護婦品 抗拒能力 得到很多 現代催眠 就想些什麼 不是想些程序 幫人 你說會不會突然跟他們說 冷水變熱水 可以的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說千萬不要移走病徵 移走病徵很麻煩 譬如 癌症 癌症 癌症癌症 這是真實個案 有一個人 可能找到以前的催眠內在手側 或者叫做行為手側 或者叫做 ethical good code 就是行為的指引 沒有很完備的時間 就沒有那麼多指引 譬如一會兒我餵水 於是我找到催眠治療師 催眠治療師透過程 就說 你以後見到水 你不會怕 你見到泳池 你只會覺得很暢快 諸如此類 最麻煩的是 將來他見到泳池 他真的不怕 跳下去 就是浸死了 因為是真實的案件 有這樣的案件 因為你移走病徵 令到沒有恐懼 你沒有幫到他 假設聰明的人 那個症癌很簡單 你不會再怕水 你會嘗試克服 你會感受到他的浮力 你會更加容易學會 諸如此類加起來就不一樣 你不要說見到很樂意 很不怕 或者突然說 你又見到水 就當見不到水 這就叫易走 你其實這樣說 其實這樣變成 我們看回這裡 催眠其實還有一個用處 幫人減肥 為什麼呢 跟你剛才講 可能有點相似 催眠你跟他說 你的胃其實比正常小 可能幫助病者 會吃少點東西 這個危機有時候不好處 其實我們考證不到 哪些人加減減 還有那個人本身 訓練夠不夠 當然你說催眠減肥 可以不可以 但是不是這麼簡單 兩句講完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如果不是還要讀訓練 還有為什麼這麼多人 怕背鑊 有些人拿牌都不敢出來做 為什麼呢 很容易背鑊 因為捉不到核心 很簡單的 其實通常就是 因為其實減肥 講聲一點 這裡牽涉現代催眠 減肥個案很簡單 為什麼要肥呢 我留意我用了一句 為什麼要肥呢 沒有什麼人想肥 沒錯 我告訴你 就是剛才那個現代催眠大師 其中一個個案 有一個案子 有一個人說想減肥 但每次減肥 他就停了 其中呢 後來發現這個人 他是要肥 他生命上要肥 原來小時候很美女 就是美女 經常被人性騷擾 經常被人搞 於是他發現 他慢慢的 本來是一個吸引 但他發現太麻煩 太滋擾了 兩隻受傷害 他前面的一個機制 我找Foy說 Defend Mechanism 就說 我不吸引 就沒有人搞我 慢慢就變肥 於是他心靈裡面 這一點就動不了 假設面對這個人的時間 你會拆掉這個位置 他才能夠減肥 所以說 減肥這麼簡單 令他肥那麼簡單 因為其實你不明白 他什麼心理需要 就是上次他講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說過 有些人吃煙 你不要告訴我 吃煙不健康那麼簡單 你跟他說 他一天覺得吃煙很型的話 你就不用指有任何方法 因為這個型 就令到心靈產生了抗拒 我吃煙很型的 他不是心理需要 他不是生理需要 是心理需要 對不對 那個就很不一樣了 比如剛才我說 為何無緣無故 那麼困難 就是 Mr.Ellison 就發現很簡單 突然說減肥 但為何減肥 減肥某個位置 是不動的呢 而發現好像 就不是生理反應來 是某些心理障礙 原來他覺得 肥是能夠保護自己的 於是他就肥 去某個位置 他就一定不肯受 你要釋放你的位置 他就可以順利做其他事情 看到他很複雜 所以是不是一句 減肥 你會覺得胃小了 這個複雜的 不如直接做手術 如果有效的話 所以催眠便宜些 但是縮位就直接去做 但這個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催眠 一定要跟客人聊得很緊要 還有掌握他的樣子 他告訴你 我想減肥是真的 但後面有什麼原因 他講不到給你 你要慢慢查案 什麼叫查案呢 譬如突然說 我想減肥 但看上去 其實更加誇張 你可能不知道的 就是 一個人很瘦的人 就說減肥 是瘦到離譜 就說我想減肥 那你更加要查案 你不明白嗎 不是說肥妹這樣 我想減肥 很開心 你說你的胃小了 不是這麼簡單 通常就是 有個真的很肥 但肥得來 他的心理事 他講不到給你聽 或者他只會忘記了 他自己會忘記的 人保護意識 就是他忘記了 為什麼會肥 我留意一下 是會肥 為什麼要肥 他自己都忘記了 催眠治療師 有必要 幫你出現真正意願 以及為什麼 促成這個現象 好了 譬如大家說 為什麼一個人 受到肥包骨的 驗食症 他還說要減肥 那些 難道你又說 你叫我 就要幫你做 不行 那些反過來 你幫他查案 你真正想健康 還是想減肥 我們要問 突然我走過來 說我想減肥 我們問你 其實是想減肥 想健康 想健美 還是想美 不一樣 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以為 想減肥 你實在明白 其實不明白 因為想減肥 後面的意思是想健康 想吸引男人 說清楚 我給你一個最適當的治療 或反應 如果不是突然跟我說減肥 那不如你去做減肥 那不如你去做減肥 你不要透過我做 是不是 這個是有一點 要講回 例如我們現代催眠 或催眠治療 裡面 某些位置 一定要這樣做 要查案 你究竟真正的意願 是減肥 還是想美 是不一樣的 OK 那講到這裏 或者有些人 可能 例如聽過神秘之事 就會想想 美國政府 CIA FBI 是否用催眠來控制人 這裏都有講過的 美國確實是 因為它有說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確實有些東西 流了出來 不過 他看起來 他們真的做過催眠 但他發覺 用處是不甚大 是 其實不太有效 那 講到這裏 不過想問回你 我先聽你這樣說 因為 好像減肥 那麽簡單的事情 你都要做很多的研究 才知道那個人 是應該怎樣 是怎樣減肥 才行 我看回 這裏 佛羅伊德 其實他初頭 看起來他很喜歡用催眠 他說 At first Freud was an enthusiastic pollant of hypnotherapy 但他發覺 時間用很長時間 而且有些人根本就出眠不到 所以他後期就完全不解了 他發覺他做了 psychoanalysis 但 sorry 不好意思 其實他發覺他做了psychoanalysis 之後 他發覺psychoanalysis 是太浪費時間 所以他後來就兩人混了 他發覺 It is very probable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our therapy 他又要用 Analysis 還有要用 hypnotic suggestion 嗯 嗯 這裏又是 他不知道他怎樣抄回來 他部分對 起碼根據我理解他部分對 但我說 最麻煩的遺跡 有時真的 最好就是 你本身對那範有些少少底子 看的時候 看得出哪些地方 就不是很準確的 有些地方就可能對 這個就是最麻煩 以現代資訊爆棚 但裏面我補充些少 Floyd 其實 為什麼由催眠 會到Floyd 用這個潛滅式呢 因為Floyd 最初去自己 學生時代 看過那些人催眠 就在那裡 譬如牙醫 聽過那些牙醫 可以不用麻醉藥 不要麻醉藥 找些催眠方法 令到他毛痛 拔了那隻牙齒出來 另外見到那些人 就可能透過催眠的方法 就移走痛症 在學生時代 Floyd 很深印象 他覺得很神奇 但大家留意一下 他那些年代 看到那些病 其實沒有界定 什麼叫心理病 或者叫心理促成的病 和什麼叫做 physical促成的病 沒有的 但他印象中 這個要記住 將來要好好運用 好了 但後期 你說過了 第一 他學得不好 為什麼學得不好 我猜 你見過Floyd 他照片就知道 Floyd是很男人的 很Man 總是拿去大雪茄 流很多鬍子 其實看他的樣子 就知道 未必是一個好催眠師 因為他不能夠掌握一個瘟 瘟 瘟 你叫做瘟瘟 我想像是一個 很帥氣的人 他不能夠掌握一個 中性語言 因為催眠語言的運用 節奏 其實有時候叫做中性 甚至傾向溫柔 但當然不能太嬌太地 但那部分 如果性別角色 很強男人形象的人 就未必用得到 所以Floyd 這個可能學得不好 第二部分 其實Floyd中間 也有些 找到 第一就是 花時間 催眠本西東花時間 第二就是 移走病徵 就不太好 第三就是 我想他發現一件事 就是當時他處理的病 裡面 有些催眠是無效的 當時他最出名處理什麼病 就叫做 傑斯特利 有些貴婦 有錢女人 看醫生也有錢 那時候 就來找他 周身痛 然後 可能是很扭曲 身體 突然間 就好像發瘋一樣 那些叫做 蜆斯特利症 當年 他發現那些人 是催眠不到的 如果你看過 危險療程 你就知道他在說什麼 那些人突然扭曲了 整個身變了 發神經瘋 你跟他說出眠 怎麼出眠 那些人 但是他聽到你說話 但是他身體狀況 是放鬆不到的 就是催眠不到 就是用我剛才的說法 那於是慢慢 他知人的發展 另一套出來 不過 他在催眠裡面 發展了一件事 以前用神秘字眼 神秘力量的字眼 他顯示了 似乎是跟意識相對的狀況 那 Floyd呢 他就是講德文的 但是呢 他譯分英文呢 他有三個字眼出現過的 如果不細心的話 不留意 其實呢 潛式有三種譯法 一個叫做 浪 一種叫做 十 一種叫 銀 十 浪 和 浪 和 十 三種譯法呢 是在三個時期交換用的 他最初的時候 那些人譯英文的時候 德文有三種說法 英文譯回三種 有時是韌 有時是浪 有時是十 你分不分呢 是不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呢 譯就是無意識 就是韌 潛式就是十 是吧 但浪 通常他譯當作是潛 非意識 好了 臨力了三種分別 其實呢 他在研究催眠 或者用催眠的時候 Floyd 他本身發現了 那種神秘力量 應該從意識相對狀況 最簡單從意識狀況 你找英文語文邏輯 日韌 或者叫藍 都後期用十 所以現在一般 台灣香港用十 這個字眼 因為他後期似乎 這個似乎不是相對狀況 是一個深層狀況 於是冰山的比喻就是他講的 冰山的比喻就是 浮面就是顯意識 然後下面就是 潛意識 再下面就是潛意識 他慢慢用十的字眼 其實他不是同質的 不過是位置不一樣 是這樣比喻的 你假設聽完我這句話 就明白呢 催眠對他的啟發多少 其實他又明白 因為從來催眠 你發現呢 他又不是聽不到我講話的 他講到的 不過那時候聊聊天 慢慢發展一種 叫做自由聯想 叫做自由聯想 再跟著呢 發展一些叫做墨畫 墨的畫 看畫 看到些什麼 慢慢跟他聊天 跟著呢 就是說 慢慢和他在個案裏面 發展出他的根基 第一個是潛意識 不用說這些字眼 另外是說遺性 性是病根 跟著說解夢 跟著說童年陰影 跟著又說 Defend mechanism 就是保護制式 跟著又說說Ego Super Ego 反正就是 他整套東西 雖然是一個非常 他用過催眠 但是他也是反對催眠最大的一個人 但是呢 同一時間呢 他借助催眠 發展了自己的心理分析 所以他呢 假設呢 要講潛意識的發現呢 去多謝催眠 因為他在催眠裡面很多啟發 那佛樂伊德 在催眠上呢 我覺得呢 最有趣的就是 他搞一個叫 regression 的hypnotherapy regression 就是向後移 就是他還要問你 你上星期吃過些什麼 那就是 再上個月呢 那就是上個年呢 那一直推下去 那發覺推一下推一下呢 就有沒有可能推了你 前世的東西出來的呢 其實他的regression 就不是這個意思的 當然啦 你要這樣理解 也不是完全錯的 他原先regression 就是講的 就是 剛才說的童年陰影 其實他的regression 是這個字眼 他的用法 原先的心理學意 就是講的 你現在的一些行為 表徵 特性 應該來自呢 你可能可以 trade回回 你以前的某一點 的生命 所以 譯翻譯 就是可能叫 童年陰影 或者 前期影響 就是這樣來的 好了 那為什麼無端說 regression呢 我們會說 如果 我們呢 就說 譬如你現在突然間 很喜歡講粗口 他就說 可能你的生命 某個階段裏面 促成你的意願 或者你的習慣 就講粗口 那就叫做那種regression 那就是說 會不會regression呢 就是講前世 這個就是他的界線 阿霍就一定不講 阿霍一定不會講前世 他只憎說一件事 阿霍就說 今生就是今世 是 是吧 他最討論這些 就是叫做圓妙 圓宜的事情 為什麼呢 他和容格吵架 都這樣 容格說 人的心靈 是很廣闊的 有宗教性的 有預知能力的 阿霍說什麼呢 他說 這麼多預知能力 我兒子 流血死了 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預知到 他真的說真的 如果假設你說 有預知能力 我和我兒子很血緣相通 但是他其中一個兒子 就流血過多而死 諸如此類 他說 他當時呢 一點感覺都沒有 他為什麼 我不能掌握到 你說什麼心靈共通 什麼前面識 這個是巧合而已 是吧 他說 之所以你一般人 認住這麼多心靈感應 這麼多心靈 這麼多前世的東西 因為 阿霍很科學的話 因為我會記住 偶然一次中 就不會記得多次的不中 什麼叫偶然一次中呢 突然間有一次 有的人 真的可能 他兒子流血過多 突然心靈了一陣 於是乎 這個講法 有很多人說 真的有心靈感應 真的原來心靈相通 原來有前世 之類 他說 這麼多次 譬如他自己 兒子死了 流血過多死了 意外死了 他一點感應都沒有 你不會記住 那麼多個案是沒有的 你只記得 有一次就大肆宣揚 覺得好像懶神奇一樣 正如 有些個案 譬如說 這麼少有些人 仿佛有些證據 提出前世 他說 我們會記得那些個案 更多是假個案 我們不會記得 這就是阿霍的立場 所以說 會不會有牽涉呢 這個前世 會不會有可能呢 催眠師會說 前世治療是一個非常熱的題目 為什麼呢 因為似乎 你信的話 就很有效 你信的話很有效 無論是否真的有前世 一信的話 治療效果很彰顯 很明顯 好了 但是你說 是不是有很多證據 就是有很多前世的考察 視乎你怎樣做考察 因為我以前教過一科 叫做死前異象 和貧死經驗 而那科連續就說 輪迴的一件事 世上的確有不少個案 但是呢 有些科學的說法 就是 這麼巧的個案 絕大部分呢 是 在 盛行輪迴的地區裏面出現 第二就是 其實有些個案 簡單來說 通常發生在一些 宗教 濃烈一些的 家庭裏面出現的 第三就是 通常窮人身上出現的 聽一下這樣的例子 窮人連續 沒什麼讀書 他較少在先進的地方出現 較少在高學歷的人身上出現 較少在有錢的家庭出現 留意這幾個背後 可能暗示了一些事情 未必完全解讀到 為什麼會出現 當然有些個案很難解 例如突然說 我講出前世某些特性 我講出某些話 好像仿佛是真的 但我們都平衡了 我說 記住某些奇異個案 阿霍騰已經說了一句話 但我們忘記了更加個案 是證明假的 這樣 我們繼續講下去 因為呢 這個前世治療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topic來的 例如呢 一個比較出名的作家 我自己也看過 就是這個叫做 Brian Reiser 他作了很多書 而且他是一個 受過正統西方科學訓練的人 各位有興趣可以 這本書其實香港圖書館都有 我好像借過來看 這個呢 這個不講前世治療 或者前世的研究人 其實不知他一個 有幾個都很出名的 另外一個也很有名的 就是Ian Stevenson 他走訪過全世界不少地方 收集了三千個個案 而他覺得其中有二十個 他覺得完全是 很難推翻 他就寫了一本書 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 Trenti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 這本書其實也挺有名的 各位有興趣可以想辦法 找一本書來看 或者其實各位有興趣可以上網 也有不少資訊 例如呢 其實我都不知道原來 Dr.Ian Stevenson 那樣的 你可以上去Youtube 看看他的演講 看看還有些甚麼可以說一說的呢 例如呢 有一個個案 我覺得也是很正的 關於這個呢 在Youtube也看到 這個小孩子呢 他兩歲的時候呢 經常發開口夢 發惡夢啊 就說自己駕駛的飛機 被敵方擊落 敵方是日本人來的 那他跟著呢 就說很多informations出來 關於他的飛機的形狀啦 關於他前身叫甚麼名字 是完全適合的 嗯 但當他大了一點之後呢 基本上又忘記了這些事 這個個案是挺有趣的 那如果各位對Brian Rice有興趣 可以看看這段訪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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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很多事情還沒講 不如這樣啦 時間差不多 留下一次 延續這個題目 就講回催眠啦 你喜歡講就講前世啊 是吧 可以有趣的 還有講多深入一點點催眠 因為催眠其實有很多方法 譬如上一次 我記得上一次 那集我講了一點點 叫做內心指導 就是內心會議 就是心靈會議 那可能講多一些方法 那可能都對推廣催眠的正面 那個意思有幫助 就是免得一些人想像的理解 就不是那麼好 好嗎 好 OK 那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OK 好